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最近整個北台灣真是又下雨又濕又冷 那連下了一個多月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個 小米90分反向折疊傘 那這一把是我在蝦皮買的 它非常便宜 它售價只要310不含運費 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那前一陣子啊 其實我在臉書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廣告 比如說一秒順收的傘 反向折疊傘 或者是試用車子用的那種雨傘 說真的看了都很心動 可是後來我又看到新聞 台灣人最常遺失的三樣物品 就是雨傘 錢包跟手提袋 特別是雨傘 台灣人一年就會讓捷運 10或17,600多件 台灣的小米官網上面賣的是 小米全自動折疊傘 那那一把折疊傘 其實我家裡有買 那我一共買了4、5把 然後不見了2把 因為都是我小朋友帶出去外面 然後就忘了帶回來 真的是非常容易遺失 其實它非常好用 傘面非常大 折疊效果也很好 全自動的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收進我的小米胸包 那這一把 它的長度稍微短1公分 它就剛剛好 可以讓我收進我的小米胸包裡面 你看 它這樣子斜的放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收進去 可以這樣長住 我覺得非常好攜帶 那這一把跟小米官網上面的那一把閃 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它的閃面一樣有超大閃面 它是106公分 小米官網上面的是107公分 那再來一樣它有防水5G 防紫外線 矽膠軟電 再來最重要的是 它是反向折疊傘 以及它下面有內建一個LED手電筒 那它的規格其實會比小米官網上面的再好一點 我覺得這把閃啊 它有內建這個手電筒 真的是非常方便 其實它主要的目的啊 不是讓你照前面 你要照前面當然是OK 但是我們撐閃的時候 通常都是往下照 撐閃的時候 你已經一隻手拿魚閃了 你就不用再多一隻手 再拿手電筒 去照你自己的地面 那它往下照 剛好可以讓你看到自己地上的範圍 那你在走路的時候就會特別的安全 不會踩到水坑 也不會踩到狗屎 對於月龜的女生來說啊 我覺得特別的安全 那它內建手電筒啊 說真的這裡不是什麼高端的科技 可是它就很巧妙的 讓你一隻手就可以兼顧遮雨照明 真的是很方便很貼心 那再來反向閃跟一般正向閃 最大的差別就是 你在收閃的時候啊 你濕的那一面 反向閃是在朝裡面 那正向閃是朝外面 你看喔 像反向閃 它打開來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濕的那一面 在你收閃的時候 是被抱在裡面的 收閃的時候啊 乾的這一面 碰到車子的那一樁 是不會把車子弄髒的 這一點我也覺得很方便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子 立著把這個雨傘晾乾 所以裡面的水就會直接往下滴 反向閃喔 對於開車的族群來說 會比較好用一點 OK 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一把閃啊 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其實對我來說 雨傘它只要能夠滿足兩個條件 我覺得就已經有60分 第一個是它能夠擋雨 第二個是能夠自動收納 那我一向都是買自動收納的閃 像我之前去日本 然後突然碰到下雨 我也是去他們的Lowset 買了一把自動閃 我也覺得很方便 那這一把有自動收納 然後有LED燈 然後只賣310元 說真的是非常便宜 至於耐不耐用喔 看個人的使用環境 台灣人這麼常疑似於閃 我覺得可能還沒壞 你的閃就先不見了 那其實之前我也買了很多自動閃 那我特別特別喜歡買那個 XX的閃 那它的閃說真的也沒有到很便宜 可是它非常好用 它的閃有終身保固 終身保修 我記得那把XX的閃 用到最後其實有點卡卡 那最近就突然碰到那個閃骨斷掉 就是我小朋友帶出去的時候 那後來我就要送修嘛 結果就去他的粉絲團上面查了一下 他的終身保修 就很多人在問 現在剛好碰到雨季 整個北台灣都在下雨 所以它送修的人又特別多 現在送過去 大概要一個月之後才能修 那這樣子終身保修 就會變得有點沒有意義 那我還不如買這一把 311 這麼多功能 而且也不貴 那這一把閃唯一有一個小區 也就是它有點偏重 你這樣子手拿著的時候 跟我旁邊這一把 Lawson的閃 一比較起來就覺得 重了能在那邊一丟丟 到底能不能買 我覺得非常值得 你311到哪去找到這麼便宜 又這麼大 又可以自動收納的閃 非常推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爸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